热爱唱歌的朋友 现在又多了一个渠道给你们追梦了 为了发掘更多有潜质的乐坛新星 TVB这天举行 生梦传奇全球招募记者会 正式展开全球网上招募 欢迎30岁或以下的人士 上载自己的歌唱片段报名参加 截止日期为8月15号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非戏剧制作助理总经理 于永山小姐表示 会为入围的参赛者 提供专业的歌唱培训 新梦一众歌手胡红军 谭嘉宜 林颖童 古雅威 戴祖仪以及五富桥 这天也以过来人身份 分享自己过往参加歌唱比赛的经验 以及心得 Huber 周易以及古雅威 都希望热爱唱歌的朋友 可以把握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拍片参赛 而Huber更加说 这个活动勾起他当年参加歌唱比赛 赛时的回忆 今天参加完这个生梦传奇的记者会之后 对 我就整个人就变忧郁了 有点伤感的眼神 对 很伤感 因为我就数一数手指 原来我在参加比赛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真的 真的 哇 看不出了还要 真的 那肯定啊 你也看不出来已经三十都没有 你看三十还讲痘痘啊 都过青春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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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个组合是互相伤害的人 没有 我们是说实话 是一个生梦传奇 这是天分吗 很真实的把我这一方面就让大家去欣赏 原来大家是喜欢的 但是你下一次还会挑战吗 我会挑战 有啊 其实我已经拍了很多 而嘉宜 Bella 艾文都是乐坛新一代的歌手 他们都鼓励对唱歌有梦想的朋友 快点报名参赛 至于有什么小秘诀可以给大家 三位当然很乐意分享 其实 以前我也是参加比赛进入TVB的 我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踏出第一步 对 我呢 就觉得呢 因为呢 我想起我比赛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很紧张 又选歌局呢 就是很大的难题 然后呢 我觉得现在要参赛的朋友呢 他们要draft一个list去选歌 选歌 就是一个会帮助自己 对对对 歌局的名单 对啦 然后呢 就他们最拿手的几首歌都要写下来 就选定了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是一开始去audition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这一次要派一个视频给 就全给一些幕后去选 我觉得这个视频是最重要的 因为要吸引他们的目光 对 就因为我知道 因为这一次是全球的招务 所以应该有几千个参赛者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是非常重要 对吧 对